最近最火的一个词汇就是运动了 因为最近奥运会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 运动同样也是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于老年人来说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的运动方式肯定是有氧运动 比如说去练练太极拳 参加慢跑 还有去练一些瑜伽 有一些老年人 他可能身体接受不了这种强度的刺激 那之前的罗西西也给大家出过一篇 如何在室内进行平衡性训练的一个视频 还有一些老年人 他甚至连站在那里可能都会有一点难以支持 那这部分老年人的锻炼该如何做到呢 那接下来我讲的这一套方案 他最先是在海外受到的欢迎程度都很高 所需要的材料都非常简单 一张板凳 就我现在坐在一张板凳上 然后人坐在这个板凳上 背呢尽可能的跟这个板凳完全贴近 坐都坐不牢的一些老年人 建议呢用一条皮带 最好呢再把自己跟这个板凳给板定一下 此外还需要的道具呢 就包括一个这种锻炼用的橡皮筋 就这种有弹力的 价格也不高 大概是十几块钱吧 像这种我买过来的 就只要三块钱左右 做的第一个动作就叫做抬脚尖 就是双脚脚跟落在地上 然后用力的把脚尖抬到自己能抬的最高处 然后维持一段时间再放下来 再抬起来再放下来 那这个动作呢一般来说进行十到十五次为一组就可以了 第二个动作呢和第一个动作异曲同工 无非是先固定自己的脚尖 然后去用力的抬自己的后脚跟 那抬到最高点 然后维持一秒以上 然后再松下来 那这样子呢也是进行十到十五组就可以了 那如果练得正确的话呢 会感到前面以及后面小腿的肌肉呢 有一点微微的酸 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在那里 然后一只脚不动 抬另外一只脚 把膝盖把它给抬起来 那这样子呢尽可能抬到最高 维持个一秒左右 然后再放下来 再抬起来 那这样的也是十到十五组左右 左脚做完了呢可以做右脚 自己能够承受比较多的话呢 还可以在腿上稍微绑一点重一点的东西 最简单的就是随便找一件衣服 或者说找一个被子 挂在这个脚尖上 那当然更好的呢是有那种纱带 这种呢可以在一些体育用品店里面买到 那第四个动作呢跟第三个动作呢 又是异曲同工了 他就是坐在那里 先抬自己的一只脚 然后尽可能的抬到坐在那里的最高点 然后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持续几秒钟 再把它放下来 然后这样子呢也是做十到十五组 然后左腿做完了呢做右腿 那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可以手搭在这个椅子上 稍微的呢给一点支撑 因为有可能会做的不太稳 那如果呢做的比较顺利的话呢 也可以在上面加一点衣服啊 或者被子之类的增加它的重量 然后呢就是第五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呢就要用到这个弹力带了 这样呢穿过自己的两个大腿 然后穿过之后固定住一边的大腿 然后比如说我们先练左边 好左边用力拉出 持续一段时间再收回来 再用力拉出收回来 那这样子呢做十到十五组 那右腿的话呢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弹力带呢 你是可以选择重量的 像现在网络上的 它弹力带有的是两公斤五公斤 就是指这个弹力带 拉开它所需要的这个力量是多少 你呢也可以一次性去购买 两公斤五公斤十公斤的都买上 就在那里练 然后呢就是整个训练的最后一个部分了 就是拿这个弹力绳练这个胸部的一些运动 那这个运动呢也是让背呢尽量的紧靠 然后双手拿住这个弹力绳 那比较推荐的是双手套在这个里面 不要抓在外面 因为有可能会松掉 这样用力向两边 站到最大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再放回来 再拉开 那这样子呢也是持续十到十五个 那这样子呢就一组动作就做完了 总共呢是有六组大的动作 轮番的做三到四遍 总体来说这一套动作安全性也很高 因为毕竟整个人的身体是依靠在这个椅子上的 范围野核管 有小腿的前半部后半部 这个大腿的前面后面 还有这个大腿的内侧 以及上肢和这个胸部的肌肉都有锻炼到 那相信呢你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好的如果有什么关于R.S.海膜病 就是老年痴呆相关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他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